君文简直都要气死了 在人族被区别对待 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连鸟都歧视他 难道只是一声 啊 小师妹都比他喊得动听吗 金翅铁羽雕又为了缝隙几块嫩肉 见他不吃了 就耐心地用鸟绘帮他梳理头发 梳得差不多了 转头给君文胡乱巴拉了几下 扯下来好几柳头发 君文疼得呲牙咧嘴 也不敢出声 金翅铁羽雕收拾完两个小 鸟 崽子 把剩下的妖兽肉吃了 然后把凤夕和君文胡到两只翅膀下面 睡着了 君文一动不敢动 只希望金翅铁羽雕睡醒了 赶紧离开 终于 金翅铁羽雕睡醒了 他叫唤了几声 凤夕赶紧点头 君文见状也傻愣愣地跟着点头 金翅铁羽雕嫌弃地看了君文一眼 飞走了 等到金翅铁羽雕的身影消失不见之后 君文这才长出口气 总算是走了 吓死我了 小师妹 你怎么知道张嘴说 啊 他就会把咱们当成他的幼鸟 凤夕说道 一般的幼鸟不都这样吗 君文 关键咱俩长得也不像鸟啊 吴师兄 你看 鸟巢的凤夕处有不少蛋壳的小碎片 我推测 不久之前曾经有幼鸟破壳 但由于某些原因死了 一些妖情或者妖兽在幼崽死亡之后 会将这众母爱转嫁到其他种群的幼崽身上 所以 我才想了这某个办法 其实 凤夕的办法之所以成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小黑球 它是混沌之灵 会让生灵有亲切胆 凤夕因为和它签订了契约 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或者妖兽对它产生亲切感 这也是金翅铁羽雕为什么更喜欢它 而不带现君文的原因 君文听完 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要是它自己掉在鸟巢里面 估计现在都在金翅铁羽雕的肚子里面了 小师妹 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总不能一直在这里装鸟崽子吧 悬崖非常陡峭 几乎和地面垂直 爬下去 显然不太现实 凤夕从储物戒指里面翻出来一大块布料 这还是在陆修涵那儿分赃来的 他简单地把布料处理了一下 弄成了将落伞的形状 然后对小黑球说道 你变成物状撑着这个伞 尽量让它落得慢一些 明白吗 小黑球知道 这不是拿桥的时候 要是单个时间长了 那只金翅铁羽雕回来就糟了 所以 痛快地答应了 准备就续之后 凤夕和军文抓住降落伞下面的绳子 跳下了鸟巢 零跳下去之前 凤夕还剪了几根金翅铁羽雕的羽毛 收进了储物戒指 军文觉得跟着他学肯定没错 也剪了几根放到了自己的储物戒指里面 小黑球办事还是很稳妥的 虽然下落的速度稍微有那么一点快 但最后还是安安全全地落到了地面 落到地面第一件事情 凤夕和军文就开始使用清洁法掘 凤夕是为了去除金翅铁羽雕流在他们身上的气味标记 军文完全是因为洁癖 两人清理完之后 军文问凤夕 小师妹 我们往哪边走 凤夕也不知道将棋在哪 就随手指了一个方向 这边吧 他的话音刚落 小黑球就窜了出去 一窜一蹦的 一看心情就非常嗨 他觉得自己牛逼坏了 臭丫头总说我没用 这回该服气了吧 要不是我 你能找到水潭里面的传送阵 要不是我 你能平安落到地面 这世上要是没有我 天都得他 凤夕喊了他好几声 让他回血魔族令牌上面去 他都当默听见 然后神识一阵剧痛 凤夕冷嗖嗖地说道 滚回来 小黑球这回不得瑟了 灰溜溜地回了玉牌 军文觉得小黑球粘头大脑的样子 有点可怜 不过 同情归同情 他也知道 小黑球这种蹬鼻子上脸的 祸就不能惯着 也就是遇到了小师妹 换成别人 非得让他欺负死不可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 远处传来了呼救声 凤夕的记忆力很好 他听出来 呼救的是一名进来的散修 武师兄 我们过去看看 军文连问都不问 就点头同意了 他脑子不好莫关系 只要听话就行 小师妹让他干什么 就干什么 肯定不会出错 两人到了镜前 看到那名叫田青的散修 正被三头黑蚊柴狗围攻 军文和凤夕马上加入了战局 一刻钟过后 三头黑蚊柴狗全都被杀死了 田青一边吞服止血的丹药 一边向凤夕他们道谢 说实话 一直以来 他都觉得 四大宗门的清传弟子 很高傲 甚至可以用冷漠 无情爱形容 没想到 玄天宗的这两名清传弟子 竟然会出手帮忙 凤夕笑眯眯地说道 这位道友 北玉修道者都是一家人 没必要这么客气 我看你伤得不轻 不如就地打坐调息 我们给你护法 田青更加感动了 眼圈都红了 军文仰头看天 惊艳告诉他 小师妹八成又要搞事了 田青打坐调息了半个时辰 起身再次道谢 凤夕仙子 君少侠 我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就不耽搁你们办正事了 大恩不言谢 我田青将来必报此恩 凤夕笑眯眯地说道 也不用将来了 你现在就报吧 田青 凤夕扑痴一乐 我和你闹着玩呢 我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遇到混元宗的神指兰 凤夕觉得既然神指兰肯定会遇上将军 那不如他就先找神指兰 只要跟着他就能找到将军了 还别说 田青在两个时辰之前还真碰到神指兰了 他已经和混元宗的几名清传弟子会合了 田青当时还在心里感叹 进入秘境的地点都是随机的 没想到混元宗的四个人竟然这模块就聚起了 运气还真是好 凤夕问明了地点之后 说道 田道友 这三头黑纹柴狗尸体就都归你吧 田青当然不会要 最后好说歹说 凤夕也只留下了一头黑纹柴狗 田青欲发觉得凤夕人品贵重 确实配得上人族楷模这个称号 双方分开之后 凤夕就带着军文去找神指兰 军文这回莫忍住 小师妹 我们去找神指兰做什么 她运气好 我们去跟着剪喽 军文 你之前好像一直都说她是扫把星来着 她又问 你卫石魔对那个伞修如此礼遇 凤夕一脸的高深莫测 你猜 军文 凤夕当然有她的考量 虽然伞修看似一盘散沙 没石魔用 但如果能够将它们聚合起来 将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势力 修真界强者未尊不假 但有时候也会受势力裹挟 所以 想要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 必须得多管齐下 她从来不会将鸡蛋放到同一个篮子里面 之前和血天绝须与位移也好 和安定城的湖城主交好也罢 包括刚才有一诗恩给散修田青 都是她布下的王 凤夕和军文到了田青说的地方 铺了个空 这也正常 毕竟已经过去了两个时辰 凤夕正在猜测 神指兰他们会往哪个方向走的时候 远处烈焰冲天 凤夕眼睛一亮 吴师兄 神指兰他们肯定赶去那里了 因为在书中 神指兰在这次龟贝山秘境不淡 救了将继 还契约了一只小凤凰 等凤夕他们赶到的时候 烈焰还在熊熊燃烧 就连周围的地面都热浪翻滚 不断有人赶过来 毕竟烈焰是非常显眼的目标 万剑综合玉兽门的清传弟子也都聚齐了 倒是没见到那鸡鸣散秀的身影 行屋看到凤夕冲着他几眉弄眼 不过并没有过来 原因很简单 现在大家都想得到那只小凤凰 全都是竞争对手 小黑球用神识和凤夕说道 我和你说 凤凰就是个小若鸡 除了喷火 什么都不会 而且想让他进阶 你还得帮他找火水 简直麻烦透了 凤夕慢悠悠地说道 你不用说这么多 你不就是不想让我收别的灵宠吗 你放心 只要你不作妖 我只会有你一个灵宠 万千宠爱都指给你 小黑球别别扭扭地说道 哼 我才不是这个意思呢 谁稀罕你的什么万千宠爱 说完 附在血魔族令牌上的身体变成了粉红色 问就是 被令牌染色了 凤夕这话虽然有忽悠的成分 但他还针对小凤凰没石魔兴趣 因为小黑球说得没错 养凤凰太麻烦了 不过 他倒是愿意掺和一脚 最好把神指兰契约凤凰的事情给脚和黄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火焰逐渐减弱 众人的目光也欲发至热起来 终于 火焰彻底熄灭 露出一枚带有烈焰纹路的凤凰弹 咔嚓 咔嚓 凤凰弹出现了裂纹 凤夕看着那枚凤凰弹想到了 自己的丹田 不说一模一样也差不多了 时间似乎变得很漫长 终于 一只鸟脑袋从蛋壳中探了出来 他警惕地观察四周 然后从蛋壳里面钻了出来 众人虽然都红了眼睛 但是没人敢动 因为小凤凰的周围环绕着一圈金色的凤凰烈焰 哪怕是原因期 也扛不住 小凤凰慢条丝理地把蛋壳吃了 这才继续环顾四周 行无忍不住说道 小凤凰 我是御寿门的弟子 我们门派有专供灵兽修炼的功法和弹药 你跟我走吧 其他人健壮 也纷纷推荐起自己来 最后 现场只剩下君文 凤熙和沈芷兰莫吭声了 君文压根对着玩意莫兴趣 他可不想养一只比自己还骚包的灵虫 凤熙则是眯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什么 沈芷兰见他们两个不说话 他浅笑道 小凤凰 我是极瓶水灵根 如果你和我契约 我有能力帮你寻找活水 让你快速进阶 小凤凰明显动心了 他朝沈芷兰的方向走了过去 木子怀脸上带着雨有容颜的笑容 只有芷兰师妹才被成为凤凰之主 凤熙喊了两声 小凤凰莫搭理他 练七七的废物不配和我说话 凤熙灵机一动 从储物戒指里面拿出来了一根金翅铁鱼雕的羽毛 这玩意儿不但大 而且还金光闪闪的 果然吸引了小凤凰的注意力 小凤凰 我不想和你签订契约 我只是想给你寄句忠告 你是火系灵兽 你怎么能和水灵根的人签订契约呢 你难道没听过水火不容这个词 我看你选玉兽门的行巫吧 他是火灵根 还喜欢和灵兽打交道 你和他契约最合适不过了 行巫盲点头 对 对 咱俩最合适了 你还是和我签订契约吧 神指兰契的只咬牙 小凤凰 你别听凤夕胡说八道 我是极瓶水灵根 和你是火系妖兽并不冲突 如果你和我契约 我现在就可以为你一枚百年火髓 小凤凰的眼睛亮了 是 众人不由的惊叹 不愧是神兽 哪怕是幼崽 也能口吐人言 神指兰犹豫了一下 他的本意 是和小凤凰契约之后 再把火髓喂给他 但是凤夕这磨一脚合 小凤凰有些愁愁不定 不如先把火髓喂给他 他尝到甜头 自然就和自己签订契约了 于是 从储物戒指里面 拿出来一个用特殊材料打造的玉盒 里面放住一枚百年火髓 神指兰怕被小凤凰的凤凰烈焰灼伤 所以将玉盒放在了地上 然后往后退了几步 小凤凰迫不及待地上前 把百年火髓吞了 吞完之后 众人发现 他比之前长大了一丢丢 看来这小凤凰还真是靠火髓进阶啊 神指兰笑着说道 小凤凰 现在可以和我签订契约了吗 小凤凰看了他一眼 然后哒哒哒跑到了凤夕面前 娘 这一声是破天惊的 娘 把在场的众人全都弄猛逼了 凤夕更是一脸的目瞪口呆 好吗 他这是和鸟干上了 先是给金翅铁与雕装鸟仔子 现在又给小凤凰当娘了 他和小凤凰大眼瞪小眼 他甚至从小凤凰的眼里看到了如沐之情 凤夕 就特模离谱 梳理 这玩意不是神指兰的灵宠吗 他只是想搅和黄这件事 但是也没想认一个鸟仔子 他不知道的是 对于鸟类来说 破壳之后会把自己见到的第一个活物当成娘 小凤凰情况特殊 刚才破壳的时候 他把现场的人全都扫射到了 所以也就不存在任量的问题了 偏偏凤夕拿出了金翅铁与雕的羽毛 再加上神指兰说了凤夕的名字 小凤凰的小脑袋瓜开始了脑补 他姓凤 还有金色的羽毛 一定是我酿青 至于魏石魔 凤夕是人形 修为太高化型了呗 神指兰忍着怒气说道 小凤凰 你可知 天地之间只有一只凤凰 涅槃之后便会重生 凤夕怎么可能是你娘呢 小凤凰瞬间陷入了迷茫之中 是啊 他的传承也是这魔说的 他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凤凰 所以 他怎么可能会有娘呢 可是 他觉得 凤夕很亲切 就是他娘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刚破壳神石不稳 小凤凰身上再次升起腾腾烈焰 然后重新变回了一枚凤凰蛋 再然后 引入地下消失不现了 众人 谁也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小黑球松了口气 吓死球了 虽然臭丫头不怎么样 但他也不想和人分享 神纸兰眼睛都气红了 凤夕 你是故意的是不是 凤夕点头 对啊 我就是故意的 你害得我丹田差点碎脸 还颠倒黑白害我贬为了杂役 更不用说数次三番窜多路修函 要杀我了 我针对你 有问题吗 神纸兰咬牙 你 你胡说八道 凤夕冷笑 我可以发心模式 你敢吗 你若是敢 我就算钻到地底下 也把小凤凰给你找回来 神纸兰一噎 凤夕 我不和你做口舌之争 今日之仇 我记下了 你等着瞧 说完 怒气冲冲地走了 木子怀音冷地看了凤夕一眼 带住墨修远和万奇志 去追神纸兰了 凤夕知道 如果不是现场 还有另外两个门派的人 神纸兰肯定会窜多 木子怀动手杀了他 所以 他任何时候都不能懈怠 以后一定要抓紧时间修炼 只有实力才是硬道理 混原宗的人一走 其他人也都准备离开 凤夕笑住 被行屋说道 你进来之后 有收获吗 行屋撇嘴 只找到了一些玄阶药草 不值几个钱 凤夕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听人说神纸兰他们找到了不少之前的药草 你说会不会他们有什么特殊的灵气 要不咱们跟在他们后面看看 说不定能有大机缘 行屋还在犹豫的时候 他大师兄秦时锋说道 凤夕说的有道理 我们跟过去看看 凤夕心里暗乐 他这话根本经不住推敲 但架不住有傻子愿意上钩啊 秦时锋对神纸兰有好感 巴不得找个理由接近他呢 他正好给他递梯子了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把玉兽门当护身符 跟着神纸兰去找大师兄将计了 所有人都离开之后 那枚凤凰蛋鬼鬼祟祟的探出了头 然后又钻回了地下 混元宗的人很快就发现玉兽门和玄天宗的人跟在了后面 神纸兰简直都要气死了 他觉得凤夕就是诚心来隔应他 可是有玉兽门的人在 他又没办法 穿多木子怀杀掉凤夕 他眼神闪烁 改变了原本行径的方向 两个时辰之后 众人进入了一处石洞 这处石洞非常奇特 洞壁上有很多孔洞 四通八达 隐约还能闻到一股若有四无的药草香气 神纸兰选了一个孔洞钻了进去 混元宗的其他人紧随其后 原本凤夕还想继续跟着 没想到木子怀音沉着联手在了孔洞入口 凤夕他们只好选了另一条孔洞 凤夕猜测这里应该就是独角石炎的洞窟 至于神纸兰为什么来这里 他暂时还摸不透 可能是为了寻宝 也可能是为了借助独角石炎除掉自己 不过 凤夕倒是挺高兴 因为他有预感 很快就能找到大师兄姜纪了 他跟着秦时锋等人 顺着一条孔洞一直往里走 越往里面走越黑 后来只能借助灵气赵明亮 一刻钟过后 前面豁然开朗 是一处宽阔的石室 只是看到眼前的情景 众人都有些不适 地上放着不少腐烂的妖兽尸体 还有不少兽骨 让众人诧异的是 山洞里面竟然一点意味都没有 反而有淡淡的药香 凤夕知道原因 独角石炎是赤霞香脂的半生妖兽 而赤霞香脂可以将腐烂的气味化味药香 凤夕正在搜寻赤霞香脂的时候 沈芷兰突然跑了进来 他身后还跟着数条长满毒刺的妖虫 正是独角石炎 沈芷兰竟直往凤夕他们这边跑了过来 他心里冷笑 只有他知道独角石炎毒性的特殊性 等他们都中了毒 他就说只有极瓶水灵根的血能解毒 这样一来 不愁秦时锋 他们对他不死心塌地 再找个机会 除掉凤夕这个贱人 秦时锋等人看到独角石炎都大惊失色 虽然他们不认识这种妖虫 但也能看出来这妖虫的修位 应该相当于修士的金丹七 虽然秦时锋也是金丹七 但也挡不住这么多条妖虫啊 凤夕快速地分析了一下 沈芷兰竟然敢把独角石炎引过来 那就说明他有恃无恐 肯定有对付独角石炎的办法 于是 他给君文和行屋使了个眼色 该说不说 这俩人虽然脑子 不算太好使 但是 在领会凤夕意图这件事上 无人能及 两人几乎是同时出手 拦住了沈芷兰 凤夕则是用灵力藤蔓 缠住了沈芷兰的双腿 这魔一耽搁 那些独角石炎就全到了镜前 沈芷兰咬牙切齿地 拿出了那枚尚未孵化的鲜兽弹 那些妖虫 瞬间瑟瑟发抖 慌不择路 顺着孔洞退了出去 凤夕嘖嘖 哟 既然有这样的好办法 你卫石魔把妖虫引过来 你是想把我们都弄死吧 咱俩有仇 你弄死我也就算了 玉兽门的人和你无冤无仇 你竟然也想把他们都弄死 你真是好歹读得心肠 行巫本来就是个火爆脾气 当即就要和沈芷兰拼命 另外 金明玉兽宗清传弟子 也对他怒目而示 只有秦时风神色还算平静 沈芷兰眼中水雾弥漫 看着他 秦师兄 我也是当才生死攸关之时 才想到了仙兽弹 并不是像凤夕说的那样 你相信我好不好 秦时风看着他楚楚可怜的样子 信了 凤夕 果然舔狗都没有脑子 就在这时 有人从其中一个孔洞 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脸色乌清 一看就是中毒了 军文熬的一声 大师兄 江继看到军文 先是一愣 然后快速说道 我中毒了 是一种妖虫 长约遗仗 复眼 身上藏满了毒刺 他说到这里 神情愈发痛苦 嘴角有黑血渗出 神指蓝眼神闪了闪 一副豁出去的模样说道 你肯定是被毒脚食言咬了 他的毒剧烈无比 只有几品丹铃根的血才能减 江继师兄 你喝我的血吧 说住 拿出匕首 准备割破手指 莫人知道 毒脚食言毒性的特殊性 而他在来之前 已经提前吞服了解毒丹 只要江继喝下他的血 就会慢慢有效果 到时候 他一定会对自己死心塌地 本来这招是给秦时锋等人准备的 没想到 被凤夕这个贱人给破坏了 不过也好 收服了江继 借用他的手 来收拾凤夕 更稳妥 也更方便 他正得意之时 就听光当一声 凤夕把一大盆 斜摆在了江继面前 大师兄 喝我的 我的剂量大 要效足 江继 他虽然这段时间 一直和外界隔绝联络 但是见凤夕 穿着玄天宗 清传弟子的服饰 便知道 这应该是自己的小师妹 他诧一道 小师妹 你也是极品丹铃根 凤夕臭不要脸的点头 嗯 我是极品火铃根 这一盆 都是我刚放的血 效果老好了 你就喝吧 江继看着面前的那一大盆血 再看看凤夕的小身板 我是中毒了 我不是变成傻子了 沈芷兰冷声道 凤夕 我知道你对我有敌意 但是现在人命关天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自私 秦时锋点头 是啊 凤夕 现在不是瞎胡闹的时候 赶紧让芷兰师妹 给江继解毒吧 行屋等人 也都有些不赞同的 看着凤夕 就算你和沈芷兰有私怨 也不能拿江继的性命 开玩笑啊 只有军文 看了凤夕一眼 然后就端起大盆 对江继说道 大师兄 快 赶紧喝 量了说不定 效果就不好了 江继 我不在宗门的这段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武师弟之前 只是不住调 现在好像变成二傻子了 凤夕拿出一枚解毒 担让军文喂给江继 江继苦笑 我刚才已经吃下一枚了 可是并没有什么用 军文就跟莫听见一样 硬塞到了他 嗓子眼里面 差点把江继给弄吐了 江继 凤夕这时才慢悠悠地说道 大师兄 我之前确实不认识这种毒虫 但是沈芷兰一提独角食言的名字 我就想起来了 我在一本典籍上 看过相关的记载 独角食言的毒性 比较特殊 解毒类丹要起效比较慢 大概两个时辰之后 才能彻底解毒 所以 什么极品丹铃根的血 才能解毒 都是沈芷兰编出来的 不过是想要邪恩图报罢了 沈芷兰冷笑 凤夕 兰为你编出这模一套瞎话 我懒得和你争辩 江济师兄 若是再担得下去 就算我的血 也没办法彻底清除你体内的毒素了 到时候 你的修位可能会停滞 甚至倒退 再也没办法进阶了 到底喝不喝我的血 你自己决定 凤夕还真挺佩服神止兰的 因为她很能切中要害 对于一个修士来说 有时候死都没有修位 无法进阶可怕 江济眼里 神色不停地变换 到底是信小师妹的话 还是信这个沈芷兰的话 君文生怕她糊涂 一个劲得嘚不嘚 大师兄 小师妹说的肯定是对的 你就听她的吧 咱们是亲师兄妹 我们还能害你不成 就算我想当顶门大弟子 我把你干掉了 后面还有仨呢 江济 最终她对神止兰说道 多谢你的好意 但我还是听小师妹的吧 若是真的命丧于此 我也认了 她不是相信凤夕 也不是相信军文 而是相信肖百道 师父收的徒弟或许不是天才 但人凭肯定都错不了 不会拿她的性命斗气 另外 虽然她没感知到毒素有减轻的趋势 但至少莫加重 这在侧面上也说明 凤夕说的或许是对的 神止兰简直到气死了 但是面上雀淡淡倒 既然如此 那我也没事磨好说的了 希望凤夕说的是真的吧 毕竟典籍浩瀚 偶有不同记载也很正常 凤夕这人吧 从来不会成全别人委屈自己 所以 马上就开始给神止兰拆台 神止兰 你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吧 一会儿等我大师兄平安无事 你就说你看到的记载可能是错的 推得一前二进 大家都是人精 你演这一出 有用吗 你肯定知道 独角食言的独 只需要普通的解毒单即可 可是 你为什麽非要说 只有你的血能解呢 很简单啊 你想让我大师兄 欠你的人情 你想邪恩图报呗 我甚至可以不负责任的推测 你刚才把那群独角食言引到这里来 就是想让玉寿宗的师兄们也被独角食言独捣 然后 你就拿这套说辞来妖满人心 是啊 都是喝你的血才活下来的 能不对你死心塌地吗 你这招还真是高明啊 我奉隙自愧不如 行屋第一个就炸了 对住神止兰就是一掌 我就知道 你莫编什么好评 还想让老子喝你的血 我呸 老子就是喝马尿 也不会喝你的血 因为我怕脏 秦时峰替神止兰接下了这一掌 行屋 事情还没搞清楚 不要冲动 行屋差点莫气死 瞧瞧人家玄天宗的将计 性命攸关的时候 都选择相信了缝隙 再看看他们玉寿宗的这头蠢驴 就是个傻别 要不是秦师兄 他都想掐死算了 神止兰感激地看了秦时峰一眼 秦师兄 多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不想过多解释 轻者自轻 我从来没有害诸位之心 如此苍白无力地解释 秦时峰依然信了 因为他觉得 神止兰是极瓶水灵根 是会员宗百里牧尘的爱徒 没必要做什么邪恩图报的事情 一定是缝隙想多了 神止兰对住秦时峰笑了笑 秦师兄 我还要去和大师兄他们会合 等出了秘境 我们再聊 秦时峰的心跳漏了一拍 声音微微有些发颤 好 神止兰心里得意 只要再花费些时间 秦时峰肯定会对他死心塌地 他刚想走 凤夕冷冷道 武师兄 行巫师兄 拦住他 君文和行巫还真听话 拦住了神止兰 神止兰皱眉 凤夕 你这是什么意思 凤夕冷笑 什么意思 穆子怀他们应该去找独角食言的半生灵直了吧 一旦他们得手 独角食言肯定会发飙 没有你这个护身符 我们怎么磨出去 你想要和穆子怀 他们会合也可以 先把我们送出去 你再进来 神止兰脸上闪过一抹慌乱 接着就是恼羞成怒 凤夕 这都是你的揣测之词 你别欺人太甚 啪 啪 凤夕上去就给了他两巴掌 然后 躲到了君文身后 露出小脑袋 这才是欺人太甚呢 因为他动作太快 而且 神止兰也没有防备 这两巴掌挨得这脚一个结实 脸瞬间就肿了 神止兰简直都要气疯了 凤夕 我要杀了你 凤夕一刺小白牙 你要是再不闭嘴 信不信我画画你的脸 神止兰还真不敢说话了 因为在场的人里面 只有秦时锋向着他说话 但他毕竟是御寿宗的人 关键时候 未必会站在他这边 他阴沉着脸 跟着凤夕他们出了山洞 他们刚出来 木子怀他们 就神色惊慌地跑了出来 后面传来了素素的声音 凤夕脸色一变 一定是独角食言追上来了 他让君文背上将计 两人撒鸭子就跑 行屋等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也赶紧跑 秦时锋心里有一瞬间的动摇 凤夕说的 难道是真的 不 芷兰师妹不是那样的人 他们刚跑出去莫多远 一大群独角食言 疯狂地扭动身躯追了上来 虽然是妖虫 但是他们的速度非常快 凤夕觉得 就算现在神芷兰拿出鲜兽弹 恐怕都没用 那些独角食言因为守护灵直被偷走 已经暴走了 君文背着将计 速度自然就比其他人慢 凤夕要迁救他 所以 他们很快就被众人甩在了后面 将计对君文说道 武师弟 你把我放下 你和小师妹快走 君文咬牙切齿地说道 少说屁话 凤夕觉得 这磨下去不是办法 对小黑球说道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到你殉主的光辉时刻了 你去把他们引开 小黑球 你自己听听 这叫人话吗 凤夕当然不会舍弃小黑球 他只是说说而已 他对君文说道 武师兄 我把他们引走 你和大师兄到之前遇到田青的地方等我 他之所以选那里 是因为比较好找 而且离得不算太远 他以为君文肯定会推让一番 比如说让他背着江济走 他来引走独角食言之类的话 结果君文答应的那叫一个干脆 好 然后 撒鸭子就跑了 凤夕 你假装都不假装一下吗 殊不知 君文现在对他盲目信任 觉得小师妹似乎无所不能 既然他说了 那肯定就有办法全身而退 与其磨磨叽叽浪费时间 还不如快点跑 凤夕冲着那群独角食言喊道 你们要的东西在我这里 你们来追我呀 那群独角食言现在已经气疯了 全都朝着凤夕扑了过去 然后 凤夕就带着他们开始了 马拉松常跑 他修炼的功法特殊 随时可以从外界补充灵力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至于体力 他有一盆补体丹 他炼制的极品补体丹 效果好极了 吃了之后 头不晕了 腿不软了 一口气能跑二十里了 那群独角食言 最开始还在疯狂地思鸣 后来都消停了 都快爬不动了 叫换个屁 凤夕突然不跑了 因为这祸后知后觉地 想到了一个问题 独角食言攻击手段很单一 就是倚靠那些毒刺 可是 他 百毒不清啊 只要护住要害部位 随便挖啊 有了这个认知之后 这祸停下不跑了 那群独角食言也停了下来 天地良心 他们今天的运动量 赶上他们半辈子总糊了 这个人族是真能跑啊 然后 就是滔天的怒火 其中一条独角食言 朝着缝隙扑了过来 身上的独刺伞 发住悠悠的蓝光 他心想 只要刺中这个人族 这次 他也不吃什么腐食了 直接就把他给吞了 因为他太可恨了 不但偷吃侠相知 还把他们累得半死 可是他没想到 凤夕不但跑得快 身法也非常的灵巧 他追了大半天 不但莫碰到凤夕 反而把自己打成了死结 简直是奇耻大辱 凤夕也没想到 这玩意儿会这么蠢 也是 这些独角食言 仗着独刺 平时狩猎估计也用不着肺脑子 久而久之 这脑子也就不纳磨灵光了 这时 剩余的独角食言全都扑了过来 凤夕身法再灵活 也不可能避得开这魔多独角食言 不可避免地被扎了好多下 但是依然活蹦乱跳的 甚至比之前更活泼了 那些独角食言猛逼了 这是个什么鬼东西 怎么不怕他们的毒刺 他们本来就累得不轻 现在独刺又不起作用 久蒙生了退意 凤夕哪里舍得让他们跑了 又是火焰 又是灵力藤蔓 甚至连辣椒面都用上了 总算弄死了两条 主要是独角食言身体强悍 凤夕只能攻击 他们身体脆弱的部位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凤夕冲着落荒而逃的独角食言们喊道 赤霞相知不是我偷的 是穿着紫色衣服的那帮人钱的 你们要想拿回属于你们的东西 要想报仇 就去找他们 他可不想替神指拦他们被黑锅 说不定这些独角食言 还真能遇上混元宗的人了 等那些独角食言跑莫营 凤夕这才贪坐在地上 虽然吃了补体丹 但是这磨一番折腾下来 他还是累得不轻 凤夕很庆幸 也就这群独角食言攻击手段单一 换成其他的金丹七妖兽 哪怕是一只都够他喝一壶的 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 既多不压身 回去之后他得再多学点东西才行 凤夕不敢耽搁太长时间 因为在秘境里面落单太危险了 他把两条独角食言的尸体收好 然后朝着和军文约定的地方 急迟而去 还没到地方 迎面就遇上了军文和将冀 将冀的脸色还有些苍白 虽然毒素还没完全肃清 但已经恢复了一部分体力和灵力 他不放心凤夕 执意要来找凤夕 军文也只好同意了 其实军文心里也担心凤夕 他甚至都想好了 要是小师妹真死了 他就找机会杀了神指兰 然后自杀 当然了 最好小师妹还是能活着 哪怕缺胳膊少腿 甚至是毁容了都行 能保住性命就行 如果凤夕知道他的心声 一定会好好 谢谢 他 看到凤夕活蹦万跳地回来了 军文总算是松了口气 将冀旋逐的心也放下了 凤夕这祸也是真能装逼 看到他们之后 把两条独角食言尸体放了出来 一手拽着一条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朝他们走了过去 将冀 军文 凤夕走到他们面前 把两条独角食言尸体 往地上一扔 大师兄 武师兄 你们饿了吧 我给你们带了两条大虫子 煎炒烹炸都可以 将冀和军文 将冀性格很沉稳 但是 现在也稳不住了 小师妹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凤夕慢悠悠地说道 也没食魔 我就带着他们 跑了几圈 这些独角食言 八成平时都不怎么运动 最后都跑不动了 我就弄死两条带回来了 其实只要我想 剩下的那些也活不成 但是我这人有好生之的 就没斩尽杀绝 将冀和军文觉得他在胡说八道 两人检查了一下独角食言的尸体 发现伤口都在眼睛和腹部第三个关节的地方 绝大多数都是用火灵力发觉 小伙慢顿造成的 这魔看来 还真是凤夕弄死的 就 离谱 军文接受度还高一些 毕竟他和凤夕混了这么长时间了 知道他有些独特的手段 将继则是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冲击 他刚才就发现 军文虽然还没进阶 但是 修位比之前降了不少 不说别的 逃跑的速度比之前快多了 小师妹更是了不得 虽然是练气气修位 而且 丹田还有伤 却能从数条独角食言的围攻下 全身而退 甚至还弄死了两条 显得他这个精丹中期 好像很废物啊 凤夕见他脸色还很苍白 就找了个避风的地方 让他打坐条西 还塞给他一盘子丹药 让他补充体力和灵力 没办法 他没有那么多小瓷瓶 只能在大厨房就地取材 嘴里还说道 大师兄 你别嫌少 等回宗门 我再送你一盘 将继一脸的迷茫和震惊 不是 咱们玄天宗 不是出了名的穷逼宗门吗 一枚屁股丹 都恨不能劈成八瓣吃 现在丹药 都用盘子和盆装了吗 我出来历练 好像才半年吧 不是几千年吧 君文瞧他一脸 莫见过世面的样子 撇了撇嘴 你要是知道 这些丹药都是小师妹炼制的 而且他还能炼制出极品丹药 还不下死念 将继在一旁打坐调息 凤兮和君文轮流紧见 此时 数里之外 沈芷兰等人见独角食言莫追上来 也都停下步跑了 沈芷兰心想 有将近那个拖累在 说不定 凤兮他们已经被独角食言给吃了 这样最好 免得他还得费事 他问穆子怀 大师兄 赤霞相知到手了吧 穆子怀笑着说道 嗯 一共踩到了六朵 以这重灵直的稀有程度 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师妹 这次你鞠躬至尾 所以 六朵里面你分走三朵 剩下的我们几个评分 说着把采刀的赤霞相知拿了出来 沈芷兰笑了笑 大师兄 你太见外了 大家一起评分吧 他这话一出口 无论是穆子怀 还是另外寄人都很高兴 三师兄莫修远 更是一个劲的夸赞沈芷兰运道好 跟着他都能沾光 其他寄人也都附和起来 就在这时 速速的声音响起 那群独角食言将他们团团围住了 说来也是凑巧 凤夕六这些独角食言的时候 刚好绕到了沈芷兰他们附近 凤夕还真不是故意的 他就只顾着六虫子了 根本就没看方向 本来吧 这些独角食言都想回洞窟了 结果闻到了赤霞相知的香气 这才顺着味道找了过来 再一看 沈芷兰他们身上穿的衣服 和凤夕瘦的一样 顿时狂怒起来 哪怕沈芷兰拿出了鲜兽弹 也没能让独角食言退走 混原宗的这几个人 算是倒了血霉了 除了沈芷兰没 怎么受伤 其他人都挂彩了 最后 没办法 沈芷兰把那六朵赤霞相知 还给了独角食言 这才狼狈脱身 莫修远等人一边跑一边觉得脸疼 他们甚至有一瞬间觉得 凤夕说的或许是对的 只要靠近沈芷兰就会到大霉 这不是现成的例子吗 忙活了半天 狗屁没得到 还弄了一身伤 早知道这样 还不如安安稳稳地去采挖其他灵植了 何必去招惹独角食言 沈芷兰看到他们的神情也猜到了几分 心里很是恼恨 凤夕 都是凤夕的错 如果不是他 他早就和小凤凰契约了 也能顺利地拿到赤霞相知 说不定还能让江济和秦世锋他们 对自己感恩戴德 凤夕 早晚我会杀了你 此时 原本凤凰涅槃的地方 冒出来一只灰秃秃的小胖鸟 他贼眉鼠眼地四处看了看 确定没有人之后 这才铺扇着小翅膀往前飞去 他想明白了 凤夕肯定不是他亲娘 他是他的 前娘 这就和他的传承不冲突了 所以 他现在要去找娘了 为了不让那个水灵根的女人找他要活水 他就给自己换了一身毛 他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小胖鸟飞呀飞 没找到凤夕倒是遇见了神指兰 小胖鸟瞪着小绿窦眼心想 这到底是命运的安排 还是前世的孽缘 我偏要反着来 我就不选你 我一斤半的体重 二斤反骨 神指兰还真看到了蹲在树上的小胖鸟 但是根本没当回事 一只低阶喷火压磅了 和凤夕一样的废物 小胖鸟瞪着小绿窦眼 看着神指兰他们走远之后 这才重新踏上了寻娘之路 另一边 凤夕等将继打坐调息之后 问道 大师兄 你是怎么进入到这处秘境的 将继说道 两个月前 我到磐石荒原捕捉咽石鼠 这众妖兽活着的更值钱 所以我就没杀死他们 只是弄晕之后 放到了笼子里面 捉的数量差不多了 我就准备返回宗门 没想到误入了一座大阵 我对阵法制之圣手 尝试数次 都没办法破阵而出 后来我灵机一动 把那些咽石鼠放了出来 没想到他们竟然还真挖出了一条通报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是跟着他们逃出了大阵 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被传送到了这里 被独角食言的毒刺所伤 说到这里 将继叹了口气 可惜了 那些咽石鼠全都跑没了 至少损失了十万灵石 结果空手归 凤夕笑眯眯地说道 大师兄 区区十万灵石根本不算事 只要你平平安安地回来 比什么都讲 将继 区区十万 师父新收的小师妹 看来不知道人间几苦啊 不过 至少很关心她 这一点就足够了 凤夕多惊啊 看她的样子 就知道她在想什么 于是看了军文一眼 军文瞄懂 让我替你吹呗 大师兄 你刚回来 还不知道 咱们小师妹的丰功伟绩 凤夕很满意 背得了黑锅 吹得了牛逼 武师兄这人能处 不过 他的心思没在这上面 而是琢磨另一件事 磐石荒原 距离归贝山万里之遥 江济怎么会被传送到这里来 还有坛底的传送阵势 怎么回事 她莫名觉得 这个龟贝山秘境 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 但是书里 神指兰病 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平安出去了 难道是她想多了 她这边想着 那边军文 都快说得口吐白沫了 她吹嘘缝隙的同时 不忘给自己脸上 也刷了点精 江济几乎将目瞪口呆 汗在了脸上 小师妹 真乃天纵奇才 至于武师弟 凑合吧 就在这时候 行屋大呼小叫地跑了过来 凤夕 你们没事 真是太好了 我都担心死了 本来我想回去救你们 但是我大师兄 嗨嗨 秦时风咳嗽了两声 行屋把后面的花咽了回去 他说的是实话 他跑出去一段 距离之后 发现凤夕他们莫跟上来 就想回去帮忙 结果被秦时风给制止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能顾得上同门室兄弟 就不错了 你还想去救旁人 赶紧走 再说 奈得凤夕 一肚子鬼点子 还用得助你救 你去了 反而是累赘 不得不说 只要没有神指兰在场 秦时风的智商 还是线上的 行屋这才一步三回头地 跟着秦时风他们跑了 不过 跑出去一段距离之后 还是觉得 心里不得劲 执意返回去 秦时风剑独角石炎莫追过来 也就勉强同意了 结果他们返回之后 并没有找到凤夕他们 没想到在这里遇陷了 行屋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目光有些躲闪 凤夕倒是没往心里去 他和行屋 有交情不假 但还没到 让人家不顾生命 危险来救的地步 他笑眯眯地说道 不过是一群小虫子而已 当然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你们来得正好 你们御寿宗收虫子部 看看这两条值多少钱 这会说完 把那两条独角石炎的尸体 扔在了他们面前 行屋机人 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 别说将军中毒了 就是他没中毒 平玄天宗三人的实力 也做不到啊 等到他们检查了致命伤之后 神情更复杂了 这两条独角石炎灵死前 没少遭罪啊 伤口都被烤熟了 等从军文嘴里得知 这两条独角石炎 都是凤夕一个人杀死的 他们的表情更震惊了 凤夕 他是怎么做到的 凤夕牛逼哄哄地说道 话说 当时我和他们大战了三百回合 打得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飞沙走石 行屋等人 我们突然不想 听过程了 凤夕得不逮了一会儿 笑眯眯地说道 说了半天 你们到底收不收这玩意儿 秦时锋想了想说道 收肯定想收 关键这价钱 凤夕伸出了一个巴掌 五万一条应该可以了 秦时锋皱眉 五十万一条 太贵了 若是五十万两条的话 我可以和宗门申请一下 独角石炎 是点击上都没有过记载的奇虫 五十万两条不算贵 凤夕 这破虫子 这磨值钱 早知道多弄死几条了 不过 凤夕只卖给了秦时锋一条 另外一条自己留着 等御寿门把事情传扬出去之后 他再做的起价 把这条卖出去 秦时锋 手里墨 那磨多钱 就先付了一万零十的定金 将计 突然不想说话 我辛辛苦苦 在磐石荒原 逮了两个月耗子 结果颗粒无收 现在小师妹随随便便 就赚到了二十五万 难怪人家说区区十万块 人家有这个底气 凤夕赚钱了 心情不错 招呼大家喝海鲜粥 他从介域回来之前 让人熬了不少 海鲜粥 放到了储物戒指里面 现在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 众人也却食饿了 将继喝了一口 差点幸福地哭了 原来这世上 还有这磨好喝的粥 君文撇嘴 瞧你那莫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都喝腻了 所以说啊 以后他要寸步不离地跟着小师妹 小师妹去哪他就去哪 他就是小师妹的影子 他全然忘记了当初是怎么嫌弃凤夕的了 玉兽门的人最开始还有些拘谨 或者说有些心虚 毕竟之前没给凤夕他们帮忙 但是凤夕很会调节气氛 说出来的话让人心里很舒服 他们也就放开了 心里对凤夕的印象更好了 哪怕是秦时风 也由衷觉得凤夕的人品莫得说 聊住聊住 行屋就说 万剑门的人怎么一直莫动静 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君文一向和他不对付 当即撇嘴 秘境这磨大 遇不到不很正常吗 说不定人家发大才去了 行屋虽然知道他说的没错 但还是开始和他抬杠 两人吵得热火朝天 将冀和秦时风都从对方脸上 看到了同款老父亲的担忧和无奈 凤夕正拖着下巴看热闹 听到鸟叫声 叽叽 叽叽 凤夕抬头一看 不远的树上 蹲着只会吐吐的小胖鸟 君文也瞧现了 纳闷道 乃来的傻鸟 傻小凤凰鸟 你才傻鸟 你全家都是傻鸟 小胖鸟扑扇翅膀往前飞了一段 然后回头冲着凤夕 叽叽 叽叽 凤夕神识里面传来小黑球的声音 无视献殷勤 飞奸急到 肯定没安好心 不要去 凤夕本来还有些犹豫 听到小黑球这么说 倒是决定去看看了 因为小黑球的语气不是一般的 酸 另外 凤夕觉得 这个小胖鸟虽然和小凤凰 差别不是一般的大 但是 眼神太像了 由不得他不多想 凤夕站起身对江济说道 大师兄 我去那边看看 江济也莫多想 只叮嘱他多加留神 君文心里酸溜溜的 之前小师妹有什么事情都和他说 现在大师兄回来了 他倒是靠边站了 难道他最近哪里做得不好让小师妹挑里了 君文在这边反思的时候 凤夕已经跟着小胖鸟到了不远处的树林之中 小胖鸟跳到地面上 懦唧唧地说道 娘 一双小绿豆眼里面满是如沐之情 凤夕 他不禁服额 我不是你娘 你找错人了 不 你找错鸟了 小胖鸟懦唧唧地吐出两个字 干 娘 凤夕 小黑球蹦了出来 前娘 干老了 也不行 滚 赶紧滚 小胖鸟斜着绿豆眼 看了小黑球一眼 用小胖翅膀抱住凤夕的脚脖子 娘 不 走 凤夕正犹豫不决的时候 小胖鸟懦唧唧地说道 娘 炼丹 火 凤夕稍微一想就明白了小胖鸟的意思 他的凤凰之火可以帮助他炼丹 如果这样的话 倒是可以收下 小黑球简直都气炸了 你不是说万千宠爱只给我一个吗 你不是说弱水三千只取一条吗 你这个复兴女 你这个渣女 我要和你一刀两断 凤夕慢悠悠地用神石说道 我现在只有你一个灵宠 脏活累活都是你钱的 我就寻思再收一个给你打打下手 而且你好歹是混沌之灵 连个能使唤的帮手都没有 有点委屈你了 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 本来我也没想收这只小胖鸟 话音未落 小黑球就打断了他的话 我聪明智慧善良的主人 我刚才和你开玩笑呢 这小胖鸟虽然傻不拉几的 但好歹是凤凰 说不定能给主人你帮上忙 你还是把他收下吧 太好了 只要收下这傻鸟 以后脏活累活就都是他的了 平时我还能白白谱 耍耍老大的威风 简直美滋滋 凤夕眼里闪过笑意 对小胖鸟说道 我可以收下你 但你以后不要叫什么娘了 叫我主人 知道吗 小胖鸟点头 诺唧唧 主 人 算了 只要娘开心 就好 叫什么不重要 反正一日喂娘 终身喂娘 凤夕哪里知道 他小脑袋瓜里面的想法 当即和他签订了契约 此时归背山外面 降下了一道劫雷 引得外面 围观的众人 一阵喧哗 肯定是沈芷兰 契约了凤凰 他的运道也太降了 人家是极平水灵根 凤凰当然会选他 我之前还觉得玄天宗的凤夕运道也不错 现在看来还是比不上神纸兰 不说别的 凤夕连秘境都没进去 更别说契约凤凰了 是啊 玄天宗居然一个人都没进去 真没想到 凤夕和小胖鸟签订契约之后 就能神识沟通了 小胖鸟懦唧唧地说道 主人 我们终于能在一起了 我真是太开心了 不枉我万里迢迢地来找你 凤夕 别的 咱先不说 这秘境最多几百里而已 你哪来的上万里 凤夕正想问问炼丹的事情 远处传来君文的一声惨叫 凤夕脸色一变 赶紧拎着木剑回到了原地 但是 一个人都不见了 只剩下了一堆 还在燃烧的篝火 他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这个秘境果然有问题 他深吸口气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须语 问小胖鸟 这秘境里面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试出反常必有妖 或许可以找到突破口 小胖鸟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 我刚破壳 对这里也 也不太熟悉 小胖鸟很害怕 他怕凤夕迁怒他 毕竟是他把凤夕引走的 凤夕看出了他的心思 说道 你放心 我不怪你 只有无能的人才会迁怒旁人 再说 如果你没把我叫走 或许我也被抓走了 小胖鸟感动得哭了 酿情真好 果然他没选择 那个几瓶女是对的 几瓶水灵根的女修 简称几瓶女 没毛病 小黑球看了小胖鸟一眼 本来想说点风凉话 咽了回去 臭丫头 现在心情不好 他就别触眉头了 凤夕决定去找 独角食言问问 他们是做地户 说不定能知道一些线索 没办法 他在这里没熟人 只能找熟虫了 他找到独角食言的洞窟 站在洞口就喊 有喘气的墨 出来一下 又不然 我就放烟敲死你们 洞窟里面 正在抢救赤霞相知的 独角食言们 妖兽啊 那个比他们一百多条腿跑的 还快得变态追来了 凤夕继续喊 出来 我只是问你们点事情 问完就走 独角食言们 思想斗争了一会儿 还是爬了出来 虽说他们 还真不怕烟熏 但那个女魔头 说不定还有别的坏水 所以 还是出来看看吧 凤夕开门见山 刚才 我的人一瞬间消失不见了 你们知道 可能是什么人 或者东西钱的吗 凤夕见他们的 妇言里面 满是清澈的愚蠢 只好换了个问法 这里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吗 比如说 灵气特别浓郁 或者特别稀薄 或者有没有 哪里有魔气 在良久的沉默过后 终于有一条 独角食言 撕鸣了两声 凤夕心里一喜 带我过去 独角食言 凭啥 凤夕把小胖鸟放了出来 你有理有据地说服他 小胖鸟冲着 那条独角食言吐了口火 那条独角食言 瞬间一百多只脚 同时迈了出去 撒脚如飞 小胖鸟 虽然只是凤凰幼崽 但虫子天生就怕鸟 这是血脉上的压制 凤夕在后面紧紧跟着 一个时辰多过后 凤夕被独角食言引到了一处十分荒凉的地方 残垣断壁 野草丛生 最醒目的是一座已经倒塌的山门 上面有三个上古文字 旁人或许不认的 但凤夕透过石海里面的遇见已经学会了上古文字 这上面写的是 云霄宗 凤夕一愣 他还真知道这个云霄宗 因为端木长老上课的时候提过 说当初北域大陆有一个超级宗门 就是云霄宗 四大宗门在人家面前只能算小弟 但是一夜之间 整个云霄宗就诡异地消失了 半点痕迹都没留下 没想到竟然在龟背山秘境里面陷到了 凤夕愣神的功夫 那条独角食言撒鸭子跑了 活像后面有鬼在碾似的 凤夕没理会他 冲着云霄宗的山门恭敬地拜了拜 这才走了进去 他一边走一边看 从那些残云断壁上 可以推断初当初云霄宗是何等的辉煌 可惜终究是成了过往 还是那句话 时间能造就一切 也能磨灭一切 眼前的场景 让他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感悟 然后 他 顿悟了 阴暗潮湿的地宫之内 被笼子关注的君文等人 咱就说 同样是清传弟子 我们被抓过来 关进了狗笼子 人家凤夕不但平安无事 嗨 顿悟了 简直 离了大谱了 沈芷兰的眼里满是疾愤 他想不通 为时魔会这样 他气韵冲天 最近怎么会接连倒霉 现在又被那些鬼东西抓到了这里来 凤夕 都是凤夕的错 杀了他 必须杀了他 此时笼子里面关着很多人 这次进入秘境的人除了凤夕 全都在这里了 笼子外面站着二十几个人 其实说人不太准确 他们的脚都是悬浮的 而且身体是半透明的 他们也透过类似传影师的东西 在看凤夕 位守的一位老者说道 这个小丫头倒是挺有礼貌 知道白白咱们云霄宗的山门 有点意思 先不管他 看看这些小东西吧 说完 那些人全都飘到了笼子进前 老者笑了笑 甚至脸上还带着些许的慈祥 孩子们 别怕 稍等一会儿就好了 你们将会以另外一种形式 活在世间 不死不灭 行屋顿时破口大骂 放你的狗臭屁 你不就是想让我们和你们一样 成为怪物吗 你休想 小爷就算是死也不会屈服的 君文默默地看着他 杀笔 这时候居然还硬抗 你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当然了 要是以前他肯定也这么干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是受过小师妹熏陶的聪明人了 果然 老者只是轻轻一挥手 行屋就惨叫连连 蜷缩在了地上 不断地抽搐 秦时锋和玉兽门的另外机名弟子 前着急也没办法 他们的灵力被禁锢了 没办法使用储物戒指 也就没办法拿出药物 缓解行屋的疼痛 老者脸上依旧带着笑 这是这笑看起来分外的残忍 我就喜欢你们这些孩子的朝气蓬勃 不像我们被岁月消磨掉了精气神 一次只能处理一个人 你们自己选择先后顺序 若是不选 那就只能 我来指定人选了 沈芷兰见那老者 目光若有肆无地在看他 心头一跳 对木子怀说道 大师兄 先让伞修们去吧 木子怀愣了一下 然后点头 随手拎过来 一名伞修推到了前面 虽然众人都被禁锢了修位 但他是精丹修位 身体远比那些注击器的伞修强悍 那名伞修根本没办法挣脱 老者笑了笑 让人把那名伞修拎了出去 然后 众人就听到了那人的惨叫声 凄厉无比 下一个 木子怀又推出去一个伞修 伞修田青 瑟瑟发抖地 躲在笼子的角落 他知道 很快就要轮到他了 他看着传影石上面的缝隙 心里存着最后一丝期盼 但是他转瞬又改变了想法 还是别让缝隙进来了 他一个人根本不会是这些 鬼 得对手 还是快点跑吧 江济也是同样的想法 他只想 小师妹快点离开这里 因为小师妹根本没有胜算 何必搭上性命 君文则不然 他在心里不停地求神拜佛 希望小师妹 快点找到这里 他现在对凤夕 有着盲目的信心 要不是顾及到天道 他都想喊一句 信凤夕 得永生 八成是听到了他的心声 凤夕结束了顿悟 凤夕有些懊恼 他是来救人的 怎么稀里糊涂 还顿悟了 唉 这人悟性太好 也是个负担 凤夕皱了皱眉 这里肯定有阵法 但是他对阵法一窍不通 想要快速地找到君文他们 只有一个办法 这货高举双手 脆生生地说道 喂 有人来抓我吗 我保证一点都不反抗 我就想和我师兄他们死一块 你们留着我这个 活口也有风险 不是 干脆把我也一起抓走吧 蹲在他肩膀上的小胖鸟 也弱弱地把小翅膀举了起来 叽叽 叽叽叽 凤夕现在没有零售袋 小胖鸟只能蹲在他肩膀上 地牢之内的众人 老者轻斥了一声 把他带下来吧 本来还想让他多活一会儿 没想到竟然还上赶子送死 很快 凤夕面前出现了两个 人 他笑眯眯地说道 来了 阿飘大人 我等你们半天了 需要我怎么做 我自己把自己掐晕吗 那两个 人 神特魔阿飘大人 再说 你这魔配合让我们有点慌啊 那两个阿飘呆愣了一瞬之后 禁锢了凤夕的灵力 他们倒是没对小胖鸟做什么 太弱了 一根手指头都能摁死 然后 带着凤夕 消失在了原地 凤夕见这些阿飘 竟然能带着他顺移 很是惊讶 估计他们能把军文等人 瞬间带走 用的也是这种本事 哎呦喂 我要是能学会这顺移的本事 就牛逼了 小黑球 你这个时候想的 不该是怎么保住小命吗 居然还有闲心 想这些 很快 凤夕被带到了地宫里面 凤夕看到了剩余的阿飘 以及被关在笼子里面的军文等人 除此之外 他也看见了那快类似传影时的法器 他不由得庆幸 好在刚才没放小黑球出来 要不然就被人发现了 小胖鸟感知到他的想法之后 心想 原来驴粪蛋是陷不得光的 哼 看我以后怎么气你 小黑球要是知道 小胖鸟给他取了个别致的绰号 估计不用小胖鸟说别的 都得气死 不过 他现在更关心无良主人 接下来会怎么办 凤夕先是冲着笼子里面的人 挥了挥手 好巧 你们也在啊 这该死的缘分 众人 确实是 该死 的缘分 大家一起要隔屁了 凤夕和他们打完招呼 走到老者面前行了一礼 您是云霄宗的前辈吧 晚辈玄天宗凤夕给您见礼了 老者捋着半透明的胡子 点了点头 该说不说 这个凤夕比笼子里面的那些强不少 至少会说人话 瞧瞧那些人 不是骂他老怪物 就是老匹夫 还是这个凤夕有礼貌 前辈 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老夫 丰孝天 原来是丰前辈 晚辈冒昧问一下 您把笼子里面的这些人请过来 想要做什么 笼子里面的众人 你确定 我们是辈 请 过来的 丰孝天笑了笑 他们都是资质出众的天之骄子 老夫不忍看他们 苦修不得其法 所以 打算把他们改造成 和我们一样的存在 不生不死 永世不灭 凤夕听完一脸的感动 丰前辈 您可真是个好人 这世上 像您这魔善良的人不多了 丰孝天 你这话说的 我都有些心虚啊 笼子里面 神指兰露出了轻蔑之色 他还以为凤夕有什么本事 原来不过是献媚求生而已 这一次 他一定要狠狠地 把凤夕这个贱人踩在脚下 君文则是眼睛亮闪闪地看着 小师妹要出大招了 上次谢天诀 就是这魔倒霉的 这时 凤夕继续说道 丰前辈 既然有这样的好事 您就先让我试试吧 我资质差 丹田也差不多废了 修炼也没什么希望了 成为您这样的不死不灭之身 对我来说 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您看看 应该从哪开始 是不是得先放血 再包皮 把肉也得踢下来 风笑天 那些人还说我是变态 这才是个变态啊 不过倒也能理解 他丹田受损 进阶无望 自然想抓住这个机会 他点了点头 好吧 那就让你先来 凤夕一脸的感恩戴德 多谢风前辈成全 晚辈无以为报 我给您磕个头吧 凤夕说着就要下跪 风笑天心里有些好笑 笼子里面的那些人 避之不及 这个小丫头倒好 主动送上门了 他正想住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 凤夕突然左右手同时结印 灵力腾慢 去缠老者的脚踝 灵力火焰 去攻风笑天的要害部位 与此同时 小胖鸟也对着风笑天 喷出了一团凤凰之火 老者瞬间惨叫出声 身体开始肉眼可见的 变得模糊起来 凤夕松了口气 赌对了 他从进入地宫开始 就在不停地分析 秘境这魔大 这些人不会无缘无故躲在地宫里面 而且还专门挑晚上来捉人 原因应该只有一个 他们怕光 既然怕光 多半也是怕火的 这点从地宫的照明 就能看得出来 用的全都是法器 并没有用火把 就算不怕普通的火 小胖鸟的凤凰之火 肯定也有用 所以 他才演了震魔一出 事实证明 他赌对了 凤夕拿出复灵绳三两下 捆住了风笑天 既然灵力藤蔓有效果 那说明这东西 也是吸收灵气修炼的 复灵绳肯定有用 凤夕鞋持住老者 手里的火焰不断地跳远 对圣渝的那些阿飘说道 都给我退后 要不然 我就烧死他 我才不信有什么不死不灭 就算死不了 也让他活受罪 那些阿飘对凤夕怒目而视 不过还是都退后了 风笑天苦笑 老夫真是常年打焰今天 却被小燕卓瞎了眼 小丫头 你很有本事 老夫认在 这样吧 我放你们出去 咱们只当 这是误会一场 如何 凤夕咯咯咯笑了起来 风笑天被他笑得直发毛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我前脚放了你 你后脚就会再把我们抓回来 毕竟在这秘境之中 只要到了晚上 就是你们的天下 这样吧 等到天亮吧 天亮我们就走 到时候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如何 风笑天点头 好 凤夕冲着那些阿飘 挪了挪嘴 把我们的人放了 那些阿飘死死地盯着他 其中一人说道 如果把他们都放了 你若是对风长老不利怎么办 凤夕眨巴眨巴眼睛 这个好办 你们把那个极瓶水灵根的 沈指兰 继续关笼子里面当人质 把其他人放了 他资质最好 我们肯定不会舍弃他 沈指兰 凤夕 这个贱人 肯定是故意的 甭管他是怎么想的 那些阿飘同意了 这时 木子怀和秦时锋 都主动站出来要代替沈指兰做人质 凤夕不由地嘖嘖 舔狗的勇气无人能敌呀 不过 那些阿飘并没有同意 执意让沈指兰做人质 很快 除了沈指兰之外 其他人都被放了出来 君文芒跑到凤夕身边 杂杂呼呼地说道 小师妹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来救我 江济虽然莫说话 但是看凤夕的眼神也满是感激和敬佩 小师妹 真神人也 其他人纷纷过来道谢 就连木子怀他们也都憋憋扭扭地过来了 他们本来见凤夕一个劲儿跟风啸天说好话 还觉得凤夕是贪生怕死 没想到人家是在使忌 是他们狭隘了 笼子里面的神指兰看着被众人簇拥的凤夕 把嘴唇都咬破了 指甲更是嵌入到了手心的肉里面 他并不是害怕做人质 也不害怕被那些阿飘改造 因为他有脱身的办法 原本他想等那些散修都死了之后 再带木子怀这些人离开 然后让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 可是这一切 都被凤夕给毁了 凤夕 你这个贱人 真是该死